欢迎来到金斯卡门Live 这期视频来的有一点点晚 我们想聊什么是关于它 这个DJI的Mavic 3 就是Mavic第三代 为什么聊它 因为一直从他们1月份发布更新以来 到现在它的所有的功能已经基本上全部已经完善了 但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城市一直在下大雪 到上周才停下来 一直到今天 昨天为止我才有时间去把这些功能全都试了一遍 所以才来发布这期视频 希望你还能有兴趣看下去 具体它更新了什么呢 首先第一点我个人很关注的就是它的智能跟随这个系统 因为Mavic 3刚刚发布的时候 它这个功能是没有加进去的 造成了很多麻烦 因为你知道很多的操控 如果你没有练习的非常到位的话 你总会在运进过程中会有点卡顿 没有这么流畅 如果你有了智能跟随之后的话 会解决很多麻烦 首先的话和之前的 比如说L2L2S各种的无人机型号一样 你只需要在画面上框取 你需要跟踪的物体之后 不管你是往上往下飞 左右飞 它都会去以主体为中心去做这样一个跟随 另外值得一提的 它这一次的智能的跟随系统里面加入了 比如说你在移动跟随的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做的样片 我的录屏里面显示的 比如说你现在在往前走的情况下 你可以在过程中去指挥你的无人机 是从前方去跟踪你 和你保持一定距离这样跟踪你去飞行 或者你在运动过程中可以把它调整到你的左边 或者是调整到你的右边 或者是调整到你的后方这样去跟随 那比如说之前的这种跟随模式 比如说围着你打转 这些都还是有的 只是说它给了你一点更大的空间 你在运动过程中 比如说你在比较开阔的地方 不管是跟随你自己 或者是跟随车辆 你可以在飞行过程中 不断的调整它跟随的姿态 不管是左边右边前边后边 它都给到你这样的一个空间 让你去做一个发挥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赞 因为如果是之前的那几代无人机的话 它只有几个模式 比如说环绕飞行 侧面飞行 后方飞行 或者你指定一个飞行地点 让它去这样跟踪你 你不能在过程中去切换它的运镜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 其次的话 就比如说之前的一些Mavic系列 或者是L系列 比如说你正常的颜色摄影 这些东西也都加回来了 具体无人机的颜色摄影 怎么去操作 我之前的视频是有讲解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点击这个链接进去观看 这一次的完整更新中的话 它也把一键短片和大视镜头也都加了回 那当你进入到大视镜头之后很正常的 那所有它会给你 那比如说你框选一个主体之后 那你就手上就没有什么其他事可以做了 那点击开始之后它会给你自动的拍摄很多不同的运镜 然后保存很多段的样片在你的记忆卡里面 那之后的话你直接使用它们就好了 而且所有的运镜都是非常的专业 我是被有一个运镜比较惊吓到 就是它会以这个FPV这个模式去飞行 它会这样左右这样晃动去飞行 这个姿态我当时看的时候说 哇这个是我自己操控就比较难去实现的一个运镜了 还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提一下 这一次的我们说的究极版完整版的Mavic 3 它里面把大家之前诟病比较多的这个长焦 162毫米的这个长焦做了一点调整 在它的更新之后这个画质是真的是有很大的提升 大家比如说可以看到我现在拍摄的这几个画面 当你进入到这个探索模式之后 当然2到4倍它还是数码变焦 那它用的是下面这颗主摄去做的数码变焦 你会看起来比较糊一点 当你进入到7倍的时候 它启用上面162毫米的长焦的时候 画面的那个清晰度是非常好的 当然也不能到那么夸张 它绝对是比之前刚发布的时候 那个画质是要好很多的 而且是可用的现在 这个画质对我来讲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可惜的是它只有4K30帧 没有Dlog也不能开启手动曝光这个模式 这个还是有一点点遗憾了 那当然比起之前的话 你还是可以看到它这个画质的一个区别 然后对于这个空间的压缩感 对于长焦的这个镜头的空间压缩感 你是你看了就是很喜欢 那现在你手中的这一台Mavic 3的话 就是一个它的所谓的完整版 那当然零零散散的 它会在后期还会有一些各种更新 那比如说这个GeoZone的 这个不停的这个Database的 一个继续的更新也会 还有关于这些一些小部件 或者一些这些bug的一些更新 也会在继续中 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 你手上的这一台Mavic 3 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形态了 那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期节目的过程中 有没有发现一个东西 就是当我的Mavic 3无人机 在飞向亮光 比如说光源比较强烈的时候 会看到镜头有拉丝的效果 有蓝色的拉丝效果 有金色的拉丝效果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不是掐饭 先跟大家讲 这个不是掐饭 这个是我自己去购入的一个滤镜 是用在Mavic 3上的一个滤镜 是这个 它是关于做滤镜非常好的一个牌子 叫做美国的Polar Pro 这个牌子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说过 如果你是经常在使用无人机的玩家 你应该大概会听说过 包括如果你是用相机的朋友 在拍摄的时候如果购买ND滤镜之前 他们有和加拿大的一个油管的博主 叫Peter McKinnon 他们有合作一款 那个滤镜也卖的是非常好的 这一款滤镜如果你购入了之后的话 我不得不提一下 真的太赞了 它有三款 我在视频中用了两款 一款是它的蓝色的拉丝滤镜 还有一款是金色拉丝滤镜 其实它去模仿的就是我们叫电影上的电影变宽 这个变形镜头我们叫做Animorphic Lens 模仿这个效果 但是它并不会去把你的画质做一个挤压 而是你在飞行 戴上之后飞行过程中 实时效果就已经会有拉丝的效果了 而且很好的一点的话 大家就是之前有诟病的 就是Mamiq3它在面对强光源的时候会有鬼影出现 如果你用了这个滤镜 它可以很大程度上去避免掉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你知道 关于这个滤镜实际上它是有带ND的效果的 除了这个滤镜的拉丝效果 它会给到你另外的 比如说带ND8、ND16这样的效果 但实际上没有多大的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ND滤镜本身 你在购买Mamiq3的时候里面是自带的 但是你用拉丝滤镜的时候 实际上拍这种强光源的时候 你并不会去在大中午的时候拍 这个时候拍是拍不出效果的 你只会在比如说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 或者是夕阳的时候拍会得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或者就是晚上拍 面对这种典型的这种光源的时候去拍 才会有最棒的效果 所以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购买 比如说光是一个拉丝滤镜 就有ND80、ND630 没有必要这样去做 另外没有跟大家提到的 我也没有尝试的 因为那是白天 那在雪天比如说天气不太好的阴天的时候 你可以用到他们三款滤镜中的 还有一款叫做迷雾的效果滤镜 就看起来会给人比较这种灰灰蒙蒙的这种感觉 那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建议 其实如果你为了拍出更好的一些光影效果的话 你可以去考虑购买Polar Pro的关于Mavic 3的这些滤镜 那关于Mavic 3的更新 还有现在的一些周边的 我能够推荐给大家的一些东西 大概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子 那关于无人机的话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讨论的 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 你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是私信我 好吧 那我们节目就这样了 下次见 拜拜 拜拜